台北市區雨哗啦哗啦的下 風是忽大忽小 全台幾乎都停班停課 難得的颱風假午後 百貨鬧去人潮慢慢變多 只不過竟然有人今天放假 明天卻要補班 公司公告寫著 7月8號要和7月9號調班 還有桃園某間電子公司 也貼出公告 沒來上班的同仁統一調班 星期天正常上班 引來大批網友討論 直呼公司老闆 真以為自己是神 政府放颱風假就是擔心人身安全 勞工的確有權選擇 要不要來上班 小確信颱風假 那卻破壞勞資關係 雙方應該要溝通達成共識 否則只能走向申訴管道 記者吳大波 蔣玉琦 台北報導